谢谢诗班唱这首诗歌 预备我们的心 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功课 也就是要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并不是要 大家要有一致的看法 或者一致的做法 其实不一定的 每个人的看法不见得都会一样 但是我们是在这些不同的看法当中 我们一起来寻求上帝的旨意 彼此接纳一起来同工 在不同的做法当中 能够彼此的相配合 来完成主的托付 求主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来学习这些这样的功课 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题目 刚刚我们所念的圣经 在十多情传第十五章那里的记载 让我们来思想一个团队的侍奉 不但是我们个人向着神的心 我们彼此之间 我们也是一个团队 在神的面前 神召聚我们 神建造我们 神也要使用我们 但在这个团队的侍奉的里面 却是要付上相当的代价 也要学习很多的功课 所以这个团队的侍奉 也是一段同甘共苦的一个历程 请大家打开刚我们所念的圣经 在十多情传第十五章那里 我们这一阵子都在看十多情传 之后也看到早期的教会 怎么样在当时的环境当中 不管有利的不利的 但是神的福音就这样的传开了 我们看见在这些使徒们 还有众弟兄姊妹 还有那些信徒们 他们的表现 他们信心的表现 他们在面对各样事情的时候 遇到不和的时候 遇到意见不相同的时候 怎么处理等等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的过程 让我们也从这过程里面来学习 实际上我们学习的功课 因为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继续在这个世代 做主的见证 我们在各地看到各地的教会 即使我们华人到了美国来 我们也建立我们自己华人的教会 但是我们怎么样在这华人教会里面 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 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化语言 我们也要有个心态 我们都是团队 我们都一起传福音 我们一起都在高举做的名 今天为了这样一个体验之下 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 这个时候保罗和巴拿巴 他们刚刚从 也不是刚刚了 刚刚完成了第一次旅遇传道 回来休息一段时间 保罗又在想起 他想要回到他过去所去的地方 看望那些弟兄姊妹 你可以体会到保罗 想念那些他所建立的教会 他所带领新主的一些弟兄姊妹 的那种心情 教会是一个团队 从事实上不单是在新约 事实上从旧约开始 我们就看到当神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从埃及把他们救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个团队 虽然事实上是一群乌合之众 因为他原来是一群奴隶 在埃及的统治之下 是完全没有组织的 以及是一群 受害的被逼迫的一群以色列人 但是摩西召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神却多次的说 这是耶和华的军队 在圣经里面 出埃及记好几个地方说 用这个名词来说神的百姓 从外表来说 他们实在不像是个军队 他们实在不像是一个一个 有组织有训练的军队 他们完全是乌合之众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 他们却是耶和华的军队 他们出来的时候 在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没有任何打仗的能力 但是他们仍是一个军队 因为上帝替他们征战 上帝把他们从埃及的手下 拯救出来 经过了红海 经过他们追兵等等 就出了埃及了 这是一个大的神迹 在神的眼中 他们是军队 哎呀 太奇妙了 在新约的时候 主耶稣还有在书信里面 也告诉我们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用这样的概念来告诉我们 我们基督徒得救之后 我们固然是一个一个得救 我们得救不是靠别人 不能替我们信主 别人也不能替我们接受福音 我们都要每个人自己 要认罪悔改基督福音 这个得救是个人的 但是你得救之后呢 事实上就是个团队 因为你得救之后 你就成为神家的一份子 你就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教会 所以神的儿女 一定要有一个整体性 要个整体的概念 要有团队的意识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基督徒绝对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基督徒是一个 在神的家中的一份子 他是神国度的一份子 在神的眼中 他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分子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无论是圣经里面描述到 主要说我的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这也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 一个团队的概念 我们说 我们在背圣经 背什么 背说 神经常说什么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怎么样呢 为要怎么样 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 对 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是个整体 是个团队 所以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不单只是这个概念 事实上在早期 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也就是有行动的 在宣教的时候 在传福音的时候 在早期教会进行的时候 他们都是以团队展现出来 我们看圣经里面 好多处的经文 我在这里举一些的例子 像保罗跟巴拉巴 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带着马可 他们在 后来他们 保罗巴拉巴 他们到 耶路撒冷去开会 就带着提多 还有犹大 还有希腊 一起到耶路撒冷开会 后来 巴拉巴跟马可 一起出去传福音 保罗跟希腊 在我们今天经文 我们看到的 保罗 希腊 跟提摩泰 还有路撒医生等等 他们有他们的 传道的队伍 所以教会我们看到 早期在宣教的队伍上面 他们很实际的 就把这样一个团队的意识 展现出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 非常明确的 而且合乎圣经真理的 一个团队的意识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今天 在我们这个社会 在美国这个社会 今天这个世代 非常强调个人 个人主义 个人思想 个人的自由 我想这些都是很宝贵 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 也是在这个文化当中 依循着上帝的真理的延续 让我们看到他的价值 但是在个人自由 个人的抉择 或者个人得救的 整个的一个原则之下 绝对不能够忽略团队的意思 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因为上帝要用我们 不但是一个人第一个的用 上帝要我们结合起来 成为一个团队 在旧约是基督华的军队 在新约他说 你们是基督的身体 要来彰显基督 要来见证基督 这是非常神圣的一个责任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来明白 一定要来学习 这个团队的侍奉 这个团队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在谈到团队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团队的侍奉是要负代价的 许多时候 假如我们一个人 自己做惯了事情 一个人包办的时候 你会发现 跟人家在一起同工 实在是很麻烦 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做完 就完成了 跟你在一起做了 增加我更多的事情 还要等你 还要跟你配合 还要请问你 还要修改我自己 还要改变我自己等等 为了要进行一个团队的侍奉 一个人要做很多很多的调试 要做很多很多的改变 事实上这也就是上帝 要我们在建立团队 在团队服侍当中的时候 要接受 其实不是对方 要给我们的要求改变 或者别人队员要我们的改变 事实上我们要认定 这是上帝要给我学的功课 上帝借着团队的侍奉 要来塑造我这个人 要来改变我这个人 要让我这个人 能够更成为上帝的器皿 如果我们能从这个角度 来思想的话 我们就不会觉得 团队是个麻烦 跟别人同工是一个累赘 是一个好像更没有效率的事 我一个人做完就没事了吗 为什么跟你合作呢 好像他没有效率了 好像反而要耽搁更多的时间 花更多的功夫 亲爱的听众子 我想我们需要认识到的就是说 让我们认定团队 是上帝所设立的 是上帝所建立的话 那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说 神啊 你到底要我在团队里面学什么功课 你到底要我在团队里面学什么 我个人学不到的功课 主啊 谢谢你 帮助我 让我这个人能够更扩大 或者扩大我的心胸 或者扩大我的眼界 或者让我这个人更能够被破碎 放在你的面前 让你的旨意 能够来成就 让你得到荣耀 而不是我得到什么样的credit 或者我得到什么样的功扰 不是的 所以在这个团队事后的里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念 这样的概念来往前走 主要我给大家这两幅图画 一幅图画是好多人 在拿着这本圣经 是的 我们是要在圣经的真理上 我们一起来同工 我们一个团队 我们有圣经的真理 做我们的核心 我们怎么样一起来传扬福音 一起怎么样来 让神的真理 能够让更多人能够认识 能够接受 能够明白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另外一图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图表示 大家同工的时候 就要彼此扶持 就要彼此扶持 有的时候 你是扶持别人的人 可能下一分钟 你是躺在地上 要别人扶你的人 有时候不但要扶起来 有时候还要背着你 或者你背着别人 彼此的扶持 或者两个人扶持一个人 因为一个人还扶不了 两个人来扶 有的时候你在上面 那种人在下头 你把他拉上来 有时候是高山 有时候是低谷 那个图画里面 还有很多意思 有时候你要彼此帮助 彼此给予 有时候什么 一起撑拔伞 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在团队 侍奉里面 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顾到别人 扶持别人 有时候我们要被扶持 要接受别人的扶持 接受别人的帮助 接受别人的鼓励 这就是一个团队 侍奉里面很多很多的功课 今天我想我们时间的缘故 而且从我们今天这个基文呢 我想我们来学习 两个人的榜样 一个就是巴拿巴的榜样 这里面有两个人物 一个是巴拿巴 一个是保罗 我们先来看一下巴拿巴 我们可以从他身上 所学习的榜样 我们过去从十六圈里面 我们看到巴拿巴这个人 出现过好几次 我就归纳出三方面 我们来看巴拿巴 然后从他身上 来学习这个榜样 第一个 我们看见巴拿巴 是个非常留意发掘新人的人 他很留意发掘新人 他很注意那些 不被人家注意的 刚刚信主的 刚刚起来的一些人 他很注意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他怎么样去注意到保罗 扶持保罗 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念 我就打在荧幕上 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 这段圣经是什么呢 这段圣经是 那个是叫扫罗 他没叫保罗 扫罗 扫罗蒙召之后 你记得他去大马射路上 对不对 他去抓基督徒 结果神的写信 把他从马上掉下来 瞎了几天眼 然后神向他写信说 神要用他 所以这个保罗 扫罗 就一个很奇妙的 一个改变 一个转变 本来是逼迫基督徒了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成为一个要传飞 热心传飞的人 可是这个改变 来得太突然了 以至于很多人 都不敢相信他 以为是假 以为保罗来了个新花样 要来渗透到基督徒里面 来抓更多的人 所以很多人 不敢跟他接触 这段经文就是在这样子 保罗 这个扫罗 你看我们起来念 扫罗到了耶路撒冷 想与门徒结交 他们却都怕他 不信他是门徒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领去见使徒 把他在路上 怎么看见主 主怎么向他说话 他的大马社 怎样奉耶稣的名 放胆传道 都述说出来 这个很重要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勇敢的去接待扫罗 进到门徒当中的不是别人 就是巴拿巴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这真是要有勇气 这真是要有圣灵的给他的勇气 也真是要有属灵的智慧 因为他知道这个人的改变之后 也看到保罗这个扫罗 他的一些行动上的改变 他不但说他见到了主 而且他的确就为主传福音了 而且大胆的就在大马社 做见证了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巴拿巴都搞清楚 都知道了 以至于他跨出这一步来 把这位刚刚信主的人 能够接纳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来 事情过了好多年之后 巴拿巴又被拆派到安提亚去 因为在安提亚那里 开始了一个教会 有一些讲心理的话的人 在那里开始向心理的人传福音了 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知道事情 就派了巴拿巴说 你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 是真是假的 到底他们这个教会 到底是不是正统的 派他去看 结果巴拿巴到那里去之后 他就看那里的信徒 的确是蒙了恩典 所以他就免疫他们 要很久靠主等等 巴拿巴到了安提亚之后 他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 就是他记得扫罗这个人 因为扫罗那个时候回到他的老家 大树去了 这是好多年之后的事情 巴拿巴这个时候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他就去找扫罗 请大家来念这段圣经号 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 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 他们只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 教训了许多人 门徒成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亚骑舍 我们看到巴拿巴这个人 他记得扫罗 因为扫罗那个时候就回 好多年前离开了右上之后 就回到老家去了 但是巴拿巴就一直记得这个人 所以当他到了安提亚 看到这个新的教会的时候 他就特别跑到大树去 把扫罗找过来 带他到安提亚的教会 两个人一起同工 一起服侍 建立安提亚的教会 让安提亚的教会成为一个 第一个被众人称为基督徒的一个教会 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表示说这群安提亚的信徒 真的是一群基督徒 因为被人称为基督徒 不是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 是别人说他们的基督徒 因为他们太像基督了 他们的作为太不一样了 这是一群基督徒 哎呀 亲爱的弟兄姊妹 每次我都到这里 我都觉得今天二十四季 我们基督徒 这个名称满天飞 但是我们说老实 我们实在很多时候不像基督徒 今天的基督徒是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的 在当时不是 在当时是别人说他们是基督徒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看见这个巴拿巴跟扫罗 跟保罗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 他不但接纳保罗 而且记得这个人 一有机会就带他一起来服侍 装备他 栽培他 让他能够更能够被主所使用 哎呀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心态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 就是我们不断地要看到 上帝所预备的新的人 在我们的左右 在我们的周围 这些人跟我们很不一样 你知道巴拿巴跟保罗是非常不一样的个性 非常不一样的 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 很不一样的人 很不一样的性格 但是巴拿巴能够去发掘新人 看到上帝所做的工作 然后继续地去栽培 给他机会 给他时间 来装备他 塑造他 以至于能够被神来使用 所以这是我们同巴拿巴身上学到的第一个功课 就是能够注意新的人 一个团队 如果没有新的人 你说这个团队是什么团队 一定是一个往下走的团队 对不对 那团队必须要有新学 必须要有新人 必须要看到神的预备 必须要鼓励新的人来到一起来同工 今天教会就往前走的时候 这是不可少的 为巴巴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还没有服侍的话 你可能就是那个新人 上帝就要使用你 你也要受感动 但你不要怪说没有人提拔我 千万不要这样子讲 千万不要提拔我 你自己要主动 你也要主动 你也要像保罗一样 他就是团队福音 他就是主动 但是我们已经在服侍中 我们要注意 那些还没有好好参与服侍的 还没有好好加入的 我们要去注意 把他们带进来 给他们机会 确认他们 赞美他们 可能他跟你很不一样 你知道吗 上帝就是需要一个人跟你不一样的 在团队里面 要是每一样都跟你一样 那不是多余了吗 你说对不对 所以社会不一样的 我们为了不一样的感谢主 一起来服侍 敬大教会 第二个 我们看到 这个巴拿巴的心态 你知道在一个团队里面 特别是我们已经在团队里面的人 特别像巴拿巴这样的人 我觉得他很可贵一点 就是说 他带领新人进来的时候 他的心态是 他巴不得这个人 要清出于蓝 这个人你要比我好 我巴不得你比我好 我努力地让你比我好 而不是说 我是老大 你是新来的人 所以呢 我一定要在前面 我总是要在前面 你总是要跟着我 巴拿巴是不是这种心态 但你继续看这个传 其实你就发现 巴拿巴在比保罗同工的时候 巴拿巴是一个非常 值得我们学习的态度 就是他巴不得 他愿意看到 年轻人 年轻人 或者在后的 跑到前面 更爱主 更能够被主作用 清出于蓝 在圣经里面描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注意 你有注意到 我请大家注意这件事情 在《十六行传》第十三章开始 讲到巴拿巴和巴拿巴的时候 每次提到的时候 都是巴拿巴在前面 巴拿巴和扫罗 巴拿巴和扫罗 所以我经文都列在这边了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一直到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是什么呢 十三章是他们开始 第一次旅行传道 第一次出门传道的时候 虽然说没多久 扫罗就改成保罗了 然后在第一次传道的过程当中 你就发现次序倒过来了 提到的时候 都说是保罗和巴拿巴 第十三章一直到第十五章 好多次提到巴拿巴和扫罗的时候 都是扫罗在前面 保罗在前面 巴拿巴在后面 你注意看在第十三章 他们出来传道的时候 常常都是保罗出来讲道 保罗出来责备那个方伯 那个抵挡主的人 保罗说你要瞎了眼 你要上帝要怎么惩罚你 对不对 都是保罗 到了路斯德那个地方 他们醒了神 叫一个瘸腿的人 起来行走 当地人看得非常非常惊讶 他们就说 因为保罗是讲话为首 所以他们就称保罗是希尔敏 但是因为巴拿巴年纪比较大 所以就说巴拿巴是宙师 但里面讲话的你看到没有 都是保罗在讲话 所以在这过程里面就看见 当保罗特别蒙温 特别有圣灵感动 他说话的时候 他传分的时候 他讲道 巴拿巴就很乐意的 他就很谦卑的 就站在后头 他没有说我是老大 要先讲话 要先听我的 没有 巴拿巴就先站在后面 他就乐意的 他鼓励 他让这些这样一个年轻的 一个保罗出来被主所使用 在圣经的介绍里面 我们就看到这样的变化 只有在第14章第15章里面 有两次的事件 我们看见这个次序 又调回到巴拿巴和保罗了 在什么情况之下呢 第一个就是刚刚所讲的 在路斯德这个例子里面 外人当别人看到这一堆人的时候 那些人就把巴拿巴放在前面 把保罗放在后面 因为巴拿巴年纪比较大 保罗是年轻人 所以巴拿巴叫做众师 众师是众神之神 给他一个高的位置 那保罗因为讲话 是声音比较大 讲话比他带头 给他个名字叫西尔米 是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那些人也说 把巴拿巴放在前面 保罗放在后面 第二个事件 巴拿巴在前面 保罗在后面 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 在第十五章 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 信件里面 还有讲话的时候 都是巴拿巴在前面 保罗在后面 你看到这些变化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可以想见 巴拿巴在这段 与保罗同工的过程当中 巴拿巴学习 一个非常重要的 或者给我们很好的榜样 就是他乐于看见 有人比他更爱主 他就让他出来服侍主 让他出头 让他那个背中作用 他乐意看到 青出于蓝 哎呀 弟兄姊妹 我们在团队里面 服侍的时候 我认为是这个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心态 你想想看 假如倒过来 假如我们的团队里面 就怕青出于蓝 就怕年轻人超过我们的话 那你想 这个团队会变什么样子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 我们真巴不得学习巴巴巴巴巴 我们真巴不得 在我们后面的年轻人 能够比我们更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 假如你觉得他比我好 威胁了你的话 那我们要检讨 到底我为什么要服侍主 我要得什么功劳吗 我要得人的肯定吗 我要得人的夸奖吗 若是这样子的话 求神赦免 因为我们都是要服侍主 我们是要高举主 世纪于汉说 他必兴旺 我必衰尾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团队里面服侍的时候 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 巴大巴巴 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态 谦卑的心态 乐于看到 清除于蓝 第三方面 我们看到巴大巴 一个很可贵的就是 他愿意给年轻人 有第二个机会 刚刚我们念的圣经 我们读到了 当保罗 巴大巴 准备再去第二次旅行宣教的时候 巴大巴就很想带着马可去 这个马可 第一次跟他们出去了 走到半途 这个马可 这个年轻马可 就打退场鼓了 半途而废了 就回来回家了 就脱队了 所以第二次 他们要开始传道的时候 巴大巴就很想 再带这个马可去 但是保罗拒绝 保罗不但是拒绝 而且坚持拒绝 圣经告诉我们 说他们俩怎么样 圣经告诉我们 你看看 我们来念好吧 来念圣经 你看 巴大巴怎么样 有意要带 称呼马可的约翰童去 但保罗因为马可 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 不和他们同去做工 就以为怎么样 不可带他去 于是二人起了争论 甚至彼此分开 巴大巴就带着马可 坐穿往Gybiluche 保罗拒绝的希腊也出去 圣经记载 非常的坦白 我想 这么好的一对同工 巴大巴跟保罗 这么美的同工 他们之间起了争论 甚至分开了 分道扬镳了 这个事情 要是我们今天的话 可能我们就少说一点 就不要说了吧 就别提了吧 这个事情不好看 这个教会中有这种分裂 不是好像不是很好的事情 不要再写了嘛 可是圣经就很老实 圣经很老实 就把这真相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说 这两个人 巴大巴大巴 为了一个年轻人 马可的缘故 就分对了 意见很不一样 起了争论 甚至怎么样 彼此分开 在这个彼此分开 关键里面 我们就看见巴大巴 为什么那么坚持呢 不但因为巴大巴 不但因为这个年轻人 是他的表弟 我想更重要的是 他给的年轻人 有第二次的机会 第二次的机会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难免会看到人的跌倒 我们都会有失败的时候 所以我们实在要学习巴大巴 要给人有第二次 站起来的机会 特别是年轻人 不一定是年轻人 其实我们都会有跌倒 都会需要第二次的机会 我感谢神巴大巴 坚持要带这个年轻人 坚持要带 圣经里的记载 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他们就分开了 各自去宣教 往后的故事 只记载到保罗 怎么带着希拉 然后又带了提摩泰 然后又有路加的加入 这个团队 怎么样继续的传福音 圣经就没有再记载 这个巴大巴跟马可 怎么样去哪里 等等事情 都没有再记载 最后我会再提到 他们的事情 所以我们从巴大巴身上 我认为有三个功课 很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个就是发觉新人 第二个就是青出于蓝 第三就是第二次的机会 二次机会 第二个我们要学的功课是什么 就是保罗 这部图画是一个雕像 这个雕像是在梵蒂冈的广场 这个提主教给保罗的一个雕像 你看到保罗这个人的样子 一副很有威严的样子 前面那个巴巴巴就比较温柔一点 比较和善一点 这边就是一板一眼的 扫罗的样子 我们从保罗上学什么功课呢 第一点 我们要看到保罗这个人 真是一个全然尾身的人 我们团队里面的确需要这样的人 团队里面需要有全然的尾身 这位使徒实在是很好的榜样 我们来念这段他自己对他自己尾身的一个描述 我们一起来念 来 我是以色列族遍亚敏支派的人 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 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 就律法章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真是很了不起 他这么激昂 继续看这段经文 弟兄们 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奴隶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到神所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接下去 你看保罗怎么说 弟兄们 你们要怎么样 一同效法我 也当留意看那些造我们榜样行的人 因为他怎么说 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热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也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弃 你从他书记里面看到 保罗这个人真是了不起 他向着主的心那种决心 那种意志 那种尾声 实在是了不起 更了不起 我就觉得一句话说 他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 很多人会以为这句话说得太骄傲了 你们来效法我 但是我认为保罗说这句话 是付上了很大的代价 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不敢说你们来效法我 因为我还没付那么大代价 这句话是要付代价的 所以他也期待他的团队里面的人要跟他一样 跟我去服侍的都像我这样子 厉害吧 保罗就有这个决心 保罗就说这是我可以做你榜样 不是为什么了不起 而是我们要建立这样一个团队 这样一个高标准高要求的一个团队 因为我们所侍奉的是我们的主 是至宝 他说我看万事如粪土 他说我只有一件事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是这样的心态 他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 哎呀弟兄姊妹 今天我想在教会里面 你不太容易听到有人说 你们笑话我 你不太有听到这种话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团队里面 我们实在是需要有这样子 全然尾声的基督徒 我怕不得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面 我们信徒 你在服侍的时候 你都有这样的尾声 学习保罗这样全然的尾声 知道你说服侍的是主 你说服侍的不是人 不是做给人看的 你说得上帝的赏赐 得主的赏赐 你的心态 你的目标 完全不一样 是这样的一个团队 求得帮助我们 为此付上代价 保罗虽然这样子的高标准 高要求 甚至像马可 他就觉得不能带他 这个年轻人还不够诚实 还不够成熟 还不行 不能用 甚至为这个缘故 他跟巴拉巴分开了 他的坚持 有他的长处 有他短处 但是这位保罗 很宝贵的是 他虽然是高要求 高标准 但他对他的同工 非常地亲爱 非常地亲切 他非常地爱他的同工 从他的书信里面 你不断地看到保罗 是一个非常爱同工的人 他不是没有感情的 保罗是实际上 非常有感情的一个人 非常地爱他同工 我就提几句话 我们来一起念这段 都是保罗自己写的 他说 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 然后提多呢 他说提多就是照着我们 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 然后对于阿尼西姆 阿尼西姆原来是个奴隶 不然是个奴隶 而是个淘家的奴隶 这个是这么一个 非常低阶层的人 但是他进入主了 你看他对阿尼西姆怎么说 他说 我在捆索中所生的 他是我的弟兄 也应该是你的弟兄 你看保罗这样的一个爱心 非常地宝贵 还有一个地方 他说 又问在主里蒙拣选了 如府的和他母亲安 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你会看见他对他同工的关系 也看到他对他同工的亲属的关系 保罗就这么一个感情丰富的人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 保罗不是一个好像没有感情的 只讲要求 只讲标准 好像好像铁面无师 其实不是 他非常的顾念他的同工 弟兄姊妹 这也是我们团队里面很需要的功课 我们在一起同工 我们不只是一起做事 我们真是彼此都是肢体 都是骨肉 保罗说那是我的儿子 那是我在基督里 我所生的儿子 保罗说你的母亲 就是我的母亲 哎呀 弟兄姊妹 这样的关系何等的深厚 保罗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也就彼此这样看待 一起的同工 彼此这样子建立这么深厚的感情 这么深厚的关系 保罗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就是他也学习接纳 刚刚我们谈到 提到了巴拉巴跟马可的事情 巴拉巴带着马可 跟保罗就分开了 就分家了 但是可能有人会问说 那后来马可到哪去了呢 马可跟到巴拉巴 有什么结果呢 感谢主 让我们在圣经里面 几多地方让我们看到 马可又出现了 马可出现的地方 他刚刚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在菲利门书里面 这里说 与我同工的马可 亚里达古 迪玛 路加 也都问你爱 这个时候保罗是在牢里面 关在监牢里面 保罗在提到他同工的时候 保罗把马可放在第一名 放在最前面 他说 与我同工的马可 也在我这里 到了提问的后书 那是保罗书信的最后一封书信 那里马可又出现了 请大家一起来念 独有路加在我这里 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 与我有益处 这时候你看到 保罗 马可 这位年轻人 又回到保罗的身旁 与保罗同工 到了保罗最后 在提问的后书 保罗在罗马牢狱里面的时候 保罗还记得说 要把马可带来 要把马可带来 带了罗马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 与我有益处 我感谢主 从这个 你就看到 巴拿巴所付上的代价 没有白费 对不对 巴拿巴提拔 给这年轻人二次机会 没有白费 我们也看见保罗 也没有因为过去 把这个马可看不起 那种不行的 一些人不告格 就永远地排斥他 没有 保罗还是接纳 这位年轻人同工 跟他在一起 很可贵 很宝贵的一幅图画 最后 在彼得前书里面 在彼得前书最后面 彼得也说了这句话 他说 在巴比伦 与我们同盟拣选的教会 问你们安 我儿子马可 也问你们安 在保罗殉道之后 马可继续留在罗马 后来彼得也被抓了 也被关在罗马 马可也就成为 彼得的助手 跟着 按照教育传统 他也就跟着彼得在一起 彼得在这边说 马可是他的儿子 可以想见 他们的关系也非常非常亲密 这个团队的关系 非常亲密 所以这个马可 的确 也就成长 成熟 不但成为 保罗的同工 也成为后来 彼得的同工 甚至到后来 这位马可也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今天的马可福音 就是他写的 今天的马可福音 就是这位John Mark 所写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看到这些团队的故事 真的非常的感动 神在这当中 借着这些同工们的一些表现 上帝的作为 彰显出上帝的伟大 以及我们人在神的手中 能够被祂所使用 被祂塑造的时候 所能够成为的一幅很美好的图画 今天我巴不得把这幅图画摆在大家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团队 也愿意在这个团队的里面付出一些代价 学习调整 学习改变 让基督彰显在我们这个教会 彰显在我们所服侍的团队里面 最后我问大家 在信主之后 有没有投入服侍 在团队的服侍里面 有何学习 最后我也问大家 在这样团队的侍奉里面 我们要如何学习使徒们的侍奉 要付上愿意服侍怎么样的代价 求着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功课上面 好好的认真学习 上帝祝福我们教会 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让我们的服侍 都能够逃出喜悦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